早上7点不到长期关注 基隆市安乐区到台北国道客运通勤问题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特地和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顺宏 一起到安乐区菊峻社区后车站前 了解通勤好朋友们搭乘包括1813、1815 以及9026等国道客运路线等车的情况 由于1200月票政策实施后 搭乘人数大幅上升乘车需求 以及等候时间也出现明显的增长 因此林佩祥早已经在9月6号 就已经请市政府交通处跟公路总局方面沟通 争取加班车以及弹性调度班次 特别是1815B以及1815C都会加派一班加班车 未来朝向加派两班的方向努力 让通勤族好朋友可以在上下班 搭乘国道客运通勤时轻松一点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那1200正式上路之后 我们基隆市的客运通勤的好朋友 就暴增了将近两成左右 而从上礼拜开始 自从开始上学之后 那我们的主要客运路线 基本上他们都有所谓班次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上礼拜三 佩祥已经见请我们交通处处长王正宏 然后跟公路总局激起沟通 争取尽快能够加班之外 而且在调度上面 我们也要能够使出机动弹性的调度 让我们的通勤好朋友 能够更顺利的搭上车 早点上班轻松回家 而从这个礼拜开始 不管是1815 90226 1573 1579 甚至到说1813D还有1802 都会做出适当的相对调整 让我们所有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早上能够轻松上班 晚上能够顺利早点回家 让我们至少在台北上班的通勤族们 能够轻松一点 有关我们国道客运1815 以及9026 目前从安乐区输引到台北的一个客运 那因为我们在1200月票整个提升 以及开学以后 人潮有增多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礼拜 赶紧协调了公务总局的监理所 以及我们国光客运 以及福尔客运等 那这几天也调整了 所以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也现场来观察 是整个的输运有正常 而且是属于比较顺畅 林佩祥也持续到南港 以及台北市府转运站 和台北车站等地点 了解通勤族的乘车情况 也持续和9026等客运路线业者沟通 希望能够在上下班尖锋时间 增加班次 以及减少拖班等方法 改善通勤上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